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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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動率指標ROC 是衡量某一段時間內 價格變化速度的動量指標 ROC的移動趨勢 表示價格變化的趨勢 ROC的傳統參數是7、9、14 參數越少 代表ROC對趨勢反映越靈敏 在短線交易會傾向用比較小的參數 但如果用來判斷更長期的市況 那就可以用50、100和200 一般來說 正數ROC表示價格上升 代表市況利好出現上升趨勢 相反 當ROC是負數 就表示價格下跌 代表市況利淡出現下跌趨勢 而ROC是沒有上限值 可以大於100 但它是有下限值 最多只可以負100 中線分界線是0 當ROC向上突破0線 代表買方較為強勢 可能是買入的訊號 相反 ROC向下突破0線 代表買方較為強勢 可能是沽出訊號 不過建議用較大的參數來捕捉較長期的趨勢 因為在市況沒有明確方向 即是上落市的時候 ROC數值會不斷上下突破0線水平 出現假訊號 當ROC上升到相對較高位置的時候 表示超賣 通常會被視為賣出訊號 相反 當ROC下跌到相對較低的水平 表示超賣 通常會被視為買入的訊號 在大多數情況下 ROC的移動方向和價格趨勢相似 不過 如果ROC曲線呈上升趨勢 一頂高於一頂 但價格就出現一頂低於一頂 出現背離 這就是買入的訊號 相反 如果ROC曲線呈下降趨勢 一頂低於一頂 但價格就出現一頂高於一頂 出現背離 這就是沽出的訊號